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潮流变换师 智能服装材料的时尚革命 二沙漠王者 超级稀释材料的干燥征服 三冰山行者 抗华耐磨材料的极限挑战 纳磨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潮流变换师 智能服装材料的时尚革命 在时尚的大舞台上 智能服装材料 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 悄悄地掀起了一场革命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衣服的革命 更是一场关于人类 如何与自己的衣橱互动的革命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衣服 能够根据天气自动调节温度 或者根据你的心情变换颜色 那将会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温度调节 在过去 如果你想要适应不同的天气 你可能需要穿上或脱下几层衣服 但在智能服装材料的世界里 你的衣服就像是一个温度调节器 它们可以通过特殊的纤维和涂层 根据外界温度的变化 自动调节保暖或散热 这意味着 无论是在炎热的夏日 还是寒冷的冬天 你都可以穿着同一件衣服 舒适地度过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颜色变换 想象一下 你早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去上班 中午因为心情愉悦 它变成了粉红色 晚上在朋友聚会上 又变成了闪亮的金色 这听起来像是魔法 但在智能服装材料的帮助下 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 这些材料可以通过温度 光照 甚至是用户的心律变化 来改变颜色 让你的衣服成为你情绪的反应 当然 智能服装材料的魔力不止于此 它们还可以集成各种传感器 监测你的健康状况 甚至是通过震动提醒你接听电话 或回复信息 这就像是把一个智能手机的功能 集成到了你的衣服里 让你的衣橱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的指挥中心 但是 正如所有的革命一样 智能服装材料也面临着它的挑战 比如 如何确保这些衣服的耐用性和可洗涤性 以及如何让这些高科技的功能 以一种时尚且不显眼的方式 融入到日常穿着中 但无论如何 智能服装材料 无疑已经开启了时尚界的新篇章 让我们对未来的衣橱充满了期待 所以 下次当你沾在衣橱前 苦恼于穿什么好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不远的将来 你的衣服将会是如何智能的帮你做出决定 这不仅仅是关于时尚的选择 更是关于如何让科技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 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智能服装材料 正以它独特的魅力 重新定义着穿搭的艺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沙漠王者超级西施材料的干燥征服 在沙漠的王国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英雄 他不是什么勇猛的战士 也不是拥有魔法力量的巫师 而是一个默默无闻 却拥有超能力的存在 超级西施材料 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称之为沙漠王者 超级西施材料的干燥征服 在很久很久以前 沙漠里的生物们因为水源稀缺而苦恼不已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超级西施材料出现了 它们像是来自未来的魔法物品 能够从空气中吸取水分 即使是在干燥的沙漠环境中也能做到 这些材料就像是沙漠中的水瓶 为生物们提供了生命支援 想象一下 如果沙漠中的仙人掌 都是一些懂得科学的小精灵 那么超级西施材料就是它们的魔法师 它们利用一种叫做西施再生的技能 白天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夜晚再将这些水分释放出来 就像是沙漠中的空调系统 既能调节湿度又能提供水源 但是 超级西施材料并不是没有敌人的 它们的天敌是高温和直射日光 在炎热的沙漠中 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 这些材料就会失去它们的魔法力量 变得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 因此 沙漠中的生物们发明了各种方法 来保护这些珍贵的资源 比如建造遮阳棚 或者将它们埋在地下的冷藏室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也开始了解到 这些超级西施材料的价值 科学家们开始研究 如何将这些材料 应用于现实生活中 比如制造出能够在干燥环境中 自己自足的纹饰 或是开发出新型的空气净化器 甚至是创造出能够在沙漠中 制造饮用水的装置 所以 下次当你享受着清凉的空调风 或是喝着清甜的水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这一切的背后 都有着超级西施材料 这个沙漠王者的功劳 在这个故事中 他们不仅征服了干燥 更赢得了我们的敬佩和感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山行者 抗华耐磨材料的极限挑战 在探索人类与自然界的无尽对决中 冰山行者的故事 无疑是一段精彩绝论的篇章 想象一下 一群穿着特制鞋子的勇士 他们的目标不是别的 正是那些屹立于极地 看似静止 却时刻在变化的巨大冰山 这不仅是一场对极限环境的挑战 更是对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极致考验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特制鞋子 或者更学术一点 称之为抗华耐磨材料 这种材料的研发 可以说是 对抗自然界极端条件的 一项科技创新 想象一下 你要在一个比滑冰场 还要滑的地方行走 而且 这个地方的温度 还能把你的啤酒 瞬间变成冰棍 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的鞋子 就像是在告诉你 亲爱的 这次我真的hold不住了 于是 科学家们开始了他们的魔法表演 他们研究冰的结构 分析人类步行的力学 最终创造出了一种 既能够抓住冰面 又能够抵抗 极端磨损的材料 这种材料的表面设计 充满了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它们能够在冰面上 形成微小的抓地力 就像是冰山上的一只只小蚂蚁 坚定而勇敢地行走着 但这还不够 冰山行者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 前提下探索冰山 这就要求他们的装备 不仅要轻便 耐用 还要环保 于是 这些抗华耐磨材料 不仅要在极端条件下表现出色 还要能够在任务结束后 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这场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中 冰山行者的故事提醒我们 每一步前进 都需要对这个星球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它们的脚步 不仅是对极限挑战的探索 更是对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一次次试炼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有关冰山行者的报道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场冒险 更是科技 环保 和人类勇气的完美结合 而那些特制的鞋子 则是这场冒险中的无名英雄 他们默默地支撑着我们探索未知的梦想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这次的播报中 我们介绍了三种智能服装材料的革命 它们分别是温度调节 颜色变换 和健康监测 智能服装材料不仅让我们在不同的天气中保持舒适 还能根据心情和健康状态 变换颜色和提供各种功能 这些材料的出现 让我们的衣橱变得更加智能和时尚 而在沙漠中 超级稀释材料的出现 解决了水源稀缺的问题 为生物们提供了生命支援 它们就像是沙漠中的魔法石 利用稀释再生的技能 给沙漠中的生物带来水源和湿度调节 最后 我们介绍了抗滑耐磨材料在极限环境下的挑战 这些材料不仅能在冰面上提供抓地力 还要保护冰山的生态环境 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它们是冰山探险中的无名英雄 支撑着我们探索未知的勇气 总的来说 智能服装材料 超级稀释材料和抗滑耐磨材料 都是科技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它们不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更加舒适和时尚 还为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的探索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材料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